传统市场的利率和回报实在太低 实在太差 Blockchain 里面做staking 或者做yield farming 我觉得是一个big trend 将会慢慢普及 给很多人用得到 如果迟些你出现一个法例 就是所有玩DeFi的人 如果不登记都犯法 只要这么说 其实你都会犹豫 如果想继续看我这个crypto的分析 和这个拆解大局走势 记得订阅京一的youtube频道 和下载他们的手机APP 元宇宙其实我觉得 不会是短期内成事的 一个项目或技术 因为你看看Facebook 即是现在改名Meta 它发展蓝图的timeline 都是说2025年 会达到什么目标 所以我不看好它 只是说在短期内 半年内一年内 会有成果出现 所以我觉得元宇宙是一个很漫长 因为中间采集了很多的技术 例如你 chips的运作效能要大幅提高 可能你做chips的 纳米制程要再继续很多 另外就是你讲ar、vr的技术 一定要大幅提升上升 才可以跟元宇宙配合到 所以我觉得元宇宙 不会是一个下年或短期来 城市的一个项目 另一个就是DAO DAO是一个很新的概念 就是这个去中心化治理组织 就是说类似一群人 他们可以一起决定一个项目 或者决定一笔钱 如何去用 一起管理一个项目 都不会是短期来爆气 纯粹是一个很新的概念 你看到市值 头一百位的币 其实就很少DAO 很少DAO 暂时都是纯粹提出一个概念 还没有一个很成功的DAO 它会有很漂亮的TRAO 撇除这两个之后 讲一下 其实我觉得有两个 就是刚才你提到的 收息 收息的在Blockchain里 你做Staking 或者做Yield Farming 我觉得是一个big trend 将会慢慢普及 给很多人用得到 传统市场的利率 和回报实在太低 实在太差 现在经常都说了两个Term DeFi就是Decentralized Finance CFi就是Centralized Finance 就是说现在的银行 保险 财务 借钱给你 这些机构 会慢慢跟DeFi 去混合 我觉得会有一个合作的情况 出现 未来几年 可能保险公司会 托付 假设是虚拟货币合法化 保险公司会托付 给你投一些虚拟货币产品 还有虚拟货币 也有保险的概念 也可以你买一些合作 是保障你某些的危险 我觉得这几样东西 是我觉得 可以见到的未来 因为你看DeFi 其实现在最多人做的是什么 借钱 借钱占了DeFi活动 是30%至40% 现在我们传统的 CFi Centralized Finance 里面 你要借钱 你要跟银行借钱 你要做很多东西 你要 给税单 你差太远了 两个 Flexibility 和你的 Return 和你的手组程序 Operation 全部都很不同 所以我觉得 会混合 连些你会见到 很多合法平台 会有这些 产品可以玩 另一个 我觉得都会用的 都会蓬勃的 就是GameFi 因为GameFi 其实都很容易接触到 很多身边的朋友 其实他们 本身一向都打开机 现在纯粹我将模式 打一只 我要货金 输钱 我要付钱去玩这游戏 变成一只我可以赚钱的游戏 我可以买卖装备 我可以在里面 抽东西 可以打怪 然后赚钱也好 卖装也好 赚钱也好 整个模式很不同 本身平时你打机要货金 你要付钱 变成一个 很多人都说 打机不好 就是因为你要浪费钱 又浪费时间 但现在你整个生态 你GameFi 就是GameFi 雙Finance的概念 塞进去游戏 使你GameFi 是完全逆转的 是打机 花越多时间 赚越多的钱 拿越多的奖励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完全全新的概念 跟以前打机完全不同 你看回 我当我们港股 港股最烈的就是腾讯 腾讯它都是做手游 都是做打机业务 行线行起 所以我觉得 你用回这个概念 如果平时 传统打机 我是要货金的 都可以发得那么蓬勃 接下来打机可以赚钱 我相信都是一个很大的一条路 经一共肥计划推出 独家内容 蔡家文 Sky Miskay 2小时足盘币市分析 每天都只需要5元左右 就可以拿到绝密投资提示 加入本源 立即订阅 共肥不自肥 赚钱预计 第一个点就是监管 其实我们最怕监管 Defi现在没有监管 但是有些声音 有些坊间会说 怕Defi迟到被监管 因为你作为一个政府 作为一个机构 最怕监管不了的东西 看不到的东西 追换不了的东西 所以Defi有些人怕 可能政府当他招业 突然间说 所有人用Defi都要登记 失明制 你要查询 每次银行过数去 Centralized Platform 你要记号名 然后你进去Defi 都要记号名 这是一个人怕的地方 Defi被监管 这是第一个点 举个例 例如 现在买一些虚拟 我可以不经银行 正常可能是银行打签去Binance 银行打签去FTX 然后做交易 现在有很多OTC 就是很多OTC交易 你可能平时常见到 那些人拿代钱出去 其实可能就是在做OTC交易 他们就不用用银行的名字 直接在OTC入钱 他会帮你把钱 通过Blockchain Wallet 去投入你的钱 去做Defi的Wallet 他会帮你做后面背后的东西 而不需要出现你的名字 如果迟些你出现一个法例 就是所有玩Defi的人 如果不登记都犯法 这就已经很有问题了 你已经害怕了 OTC交易又不敢跟你做事 然后就算偷偷你做 你都会怕之后被人清算 我想法律这件事很阔 很难说到 很难预测到它是哪一样的 但是只要它这么说 刚才有个简单例子 只要这么说 其实你都会犹豫 第二个点就是 Defi其实也是刚才所说的 走数会有走路机会 即是会有银河的情况 就算你Defi 即是刚才说Defi 就是去中心化 没有人站台 没有人站台的时候 的确一些很小的链 或者很小的Defi的平台 是会有走数情况出现 我想投资者就要小心 就是真的要慎选 选一些出名的 多人用的 而不是纯属看到广告 或者看到有朋友提及 那就去做 我觉得第二个就是 小心Count Party Risks 我们叫做对加风险 第三个就是 有些Defi派钱派太多了 我觉得很多的平台 你当打机会怕快 你当很多的平台 给你去吸引你 去做广告的时候 他通常都会是烧钱的策略 就是扔送很多reward 给你很多airdrop 送高的Yield 100%多 打机第一天掌励 已经有十几% 用这些方法吸引你 我有点担心 其实有一些项目 其实他背后是 资不抵债 就是他派太多钱给你 其实他自己不可以长远地 走下去 我就觉得 Return 有些情况之下 其实是too good to be true 就是说 不可能派到这么多给你 他再派下去 其实他是干涂的 我会觉得有些是为了 谷高的人气 而消太多的錢 就繼續留意我們不同的平台 記得訂閱我們YouTube Channel 和按下小鐘